昨天发了个树莓的视频 评论区口水一地 其实我编辑视频也是强人口水 很多人说这个矮的小棺木是蛇莓 所以今天来解释一下 这个中文名叫彭磊 名字有点让人尴尬 不好认也不好记 它也是同树莓蛇莓一样是蔷薇科的 但是它是同树莓一样是悬钩子数的 悬钩子数绝大部分都是带有钩子的 就是金和叶有很多次 你们看这个刺很多 蛇莓它是蛇莓属的 没有刺开的是黄花 镜是匍匐的 彭磊基本上都是这种直立的小灌木 开花结果后 很多会下垂藏在灌木丛里面 开的花是蔷薇科的类似特征 这种五瓣白色的小花 接的果开始为绿色 而后见黄 熟透后就是红色 果实上面 其实是一个个的小浆果排列组成的 顶端有很小很小的种子 但是比树莓的种子要小 树莓吃起来还有那种小芝麻类的种子的感觉 这个摘下果子 一个个小浆果排列的中间是空心的 一般又在三月成熟 所以又叫三月炮 有人说又叫空心炮 其实不是 其实空心炮是另外一种 同彭磊极其相似的 悬构子属 空心煤组 多心皮亚组 这里就不能多说了 说多了我自己都找云了 彭磊名字的由来也没有找到很确切的 彭古迹是空心的意思 磊 通磊 应该是近似藤本的小灌木 口感上基本上不酸 但是甜度也不如树莓 当然了就没有树莓那种酸爽感了 但是都不能多吃 本草惠言就说 吃多了会发生极要输泄多 自行脑补是什么意思 春夏天来了 很多家长带孩子爬山或者郊游 孩子却成了十万个为什么 问的家长头嗡嗡的 其实问题多是好事 但是任何一个家长都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那么就要培养他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推荐袁隆平院士 作序推荐的田野里的自然历史课 最后再发一段 那天吃树莓的视频 让评论区口水多洒一点 关注我 带来了解更多植物人文 感谢树莓的视频 感谢树莓的视频